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伯瀚幫媽媽削水果 媽媽分戶伯瀚將削好的水果 削好的蘋果和梨子放入鹽水裡面 這個是鹽水 放到鹽水裡面 結果的話 這個梨子 沒有,蘋果浮起來了 這個是蘋果 蘋果浮起來了 梨子的話呢,沉下去 這是梨子 那麼他是問說 梨子跟蘋果的密度哪個大哪個小 當然梨子的密度比較大 蘋果密度呢,比較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曉得 這個鹽水密度 這個鹽水密度假設叫做低好了 那這個低的話呢 應該等於多少呢? 應該是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 它排開的那個什麼呢? 排開的那個 這個 這個鹽水的這個質量 這個我們叫做小m 好了 叫m1 好了 這個體積裡面的質量 除以什麼呢? 除以那個 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我叫V1 但是呢 那個蘋果密度 蘋果密度 蘋果密度等於多少呢? 這個怎麼叫? 這個叫D1 蘋果體積是多少? 是這個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水的什麼呢? 水的質量 就等於蘋果質量 為什麼? 因為這福利 福利就是排開水的質量 排開水的重量 就m1基 排開水的重量 這個是 那個什麼呢? 鹽水 排開鹽水的重量 會等於什麼? 這福利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這個蘋果的重量 所以蘋果的重量也是m1 但是問題是 蘋果的 蘋果的體積是這個總體積嗎? 這我叫做V1pland 但是V1pland 比V1大 V1pland 比V1大 所以D1呢 比D小 也就是說 D的話 大也什麼? D1 這是鹽水的 我們看看這個離子 這個離子 它的質量 我們叫做M2 好了 質量M2 質量M2 質量M2的話 就是M2基 M2基 M2基 這個是 M2基 這個是離子的 離子的重量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排開的鹽水質量 我們叫做M2 M2基 A2基 加多少 加多少呢? 加這個地面 給它支撐力 加M 那你就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離子的重量 就離子的重量 離子的重量 而是無論性 比如就離子 rate 就是離子質量 大於多少? 大於排開鹽水質量 就是離子的質量 離子的質量 會大於排開鹽水質量 我們現在的話 除以V2 v2 就是離子的什麼呢? 離子的體積 這V2的話 是排開鹽水的體積 這個等於鹽水的密度 鹽水密度,這個離子的密度叫第二 這五號我們用得很好,所以我就曉得 離子的密度是大於鹽水的密度 也就是說,離子的密度大於鹽水的密度 鹽水的密度的話,大於這個蘋果的密度 那什麼時候呢,鹽水的密度跟那個水果的密度會一樣呢? 就是說,它浮在中間 浮在中間的話,它排開的質量 就是說,那個鹽水,排開鹽水的質量 就等於什麼呢?等於水果的質量 那這樣的話,密度就會一樣 因爲什麼呢?因為排開的體積跟水果的體積是一樣的 那你那個質量一樣,體積一樣 這個時候的話,密度就一樣 也就是說,這物體的話,它如果停留在鹽水裡面的話 它的密度就會跟鹽水密度一樣 那這個東西是仔細分析啦 那你從你的直覺你也曉得嘛 你什麼呢?你密度比較小的當然是浮起來啊 密度比較大的當然就沉下去了 所以呢,這答案是離子的密度 它會大於蘋果的密度 好,我們看A選項 離子的密度大於蘋果的密度,這個就對了 那其他的通通是錯了 B的話,他說 蘋果體積大於離子體積,這個不曉得啦 這個你光這樣看的話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體積大哪一個體積小,這個不曉得 B的話,不曉得啦 我們指小的密度啦 我們指小的密度啦,其他都不曉得 其他的話,他個別的質量不曉得啦 他個別的體積也不曉得啦 他個別的體積也不曉得啦 那C的話是說 離子的質量大於蘋果的質量,這也不曉得啦 好,那第一選項是說 離子的密度小於鹽水密度,這個錯了 離子的密度的話,大於鹽水密度,這個錯了 所以,第二大就是耶